退潮后的沙滩看似平静 其实隐藏着许多的宝贝 小林在这里会发现什么呢 在海鲜市场 小林发现这个貌不惊人的小海鲜 竟然身价不菲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母后绿育是怎么把海肠绿育成功的呢 敬请期待本期节目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烟台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部 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培养了烟台人对海鲜的酷爱 缩子蟹 皮皮虾 八代 海螺等十令海鲜 都是他们餐桌上的美食 但是听烟台人说 有一种海鲜看上去是其貌不扬 但是它才是真正的鲜味十足 那么这种海鲜到底是什么呢 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山东烟台的蓬莱市 真离到一个海滨城市啊 我都想走在这沙滩上来吹吹海风 听听海浪 非常的惬意 那今天我发现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赶海 别看这平坦的沙滩下面 可是隐藏了不少生物 这不 我这工具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现在就去找一下 看看能发现什么 赶海对于居住在海边的人 肯定不会陌生 在董行的渔民看来 礁石上附着的海藻 牡蛎 以及沙滩里隐藏着的蛤蜊 蛆子等等 都是可以寻找到的美味 您好 大哥 您好 您能找到什么了呀 我这挖海肠 海肠 就是您筒里这个东西吗 对呀 我能看看吗 哇 这个叫海肠啊 我的天 这个手感软软的滑滑的 真的很像肠子一样 这个能吃吗 可以 可以啊 这是我们地方特产 可以韭菜烧海肠 散用海肠 也可以包饺子 包饺子都是啊 哇 这个 这竟然是特产 海肠 这个模样古怪的东西 引起了小林的好奇 王白宇告诉他 这是烟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海鲜 它们大多生活在前海的泥沙之中 在沙子表面 留下小孔 来吸食海水里的浮游生物 而除了海肠 小林发现 有些渔民 还有其他的收获 大哥 这是您挖到的呀 对 这都有什么 我看您也挖到海肠了 对 海肠 嘎啦 还有抽的 这个是什么 竹 竹撑的 竹撑 对 好形象 刚才挖到的 您看 这个像肠子的是海肠 这个像竹子的叫竹撑 竹撑算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贝类 它的习性与海肠相似 也是隐藏在沙子里 来得不巧 正赶上一个月中潮水最小的一天 所以小林并没有得到意想中的收获 不过能从这里了解到 几种有特色的小海鲜 也算是不需此行 尤其是海肠 听说它在烟台特别地受欢迎 并且价格不菲 为了一谈究竟 小林来到了一处海鲜市场 在市场上逛了一圈 小林发现 卖海肠的商户不多 最大的一家摊主名叫罗英云 她正在处理海肠 将内脏清除之后 按照规格分好 大姐 我看您这每个盆的规格还都不一样 这都怎么卖 对呀 它分局大小 小的能卖五六十块钱 像这些呢 这些重的 数一重吧 卖六七十 这再有这些比较大一点的 能卖这大的卖九十一百现在 这个能卖九十一百啊 对呀 这个是不是便宜 春天海肠是最多 产量最高的一世界 这个它这个时候又又飞 这个时候肉还肥 又春节的时候 又厚 罗英云告诉小林 因为正是收获海肠最多的季节 所以现在的市场价格偏低 到春节或者是旅游旺季 均价一般都会在 每斤一百二十元以上 尽管如此 它的价格还是远远高于市场上 大多数的海鲜 海肠的高价格 除了自身味道鲜美受欢迎之外 资源越来越少 也是原因之一 在我国 海肠主要分布在北方 泥沙地质的前海中 交东半岛的沿海区域 是我国海肠产量最多的地方 虽然海肠的自然资源 面临着危机 不过在烟台 已经有企业通过人工繁育 得到海肠苗种 然后进行养殖 根据指点 小林来到了一家养殖企业 并找到了负责人吴厚玉 跟着她 小林进到了养殖车间的里面 来到池边 小林并没有看到海肠的身影 吴老师 这池子里面的海肠在哪呢 我看只有水和沙子 还有小孔 这小孔就是海肠子 你看到的一个孔里面 每个孔里面都有肠子 实际上它在海底和咱们池里 它这个U形结构在里面 它的一头 像这一头它设施的 这一头就是排便的 也就是说 现在咱在池子里看到的是 两个孔是有一个海肠 对 海肠身体有很强的伸缩性 它们钻进沙子里以后 为了方便设施和排便 头和尾的位置 都会留下一个小孔 这样一来 它们在沙子里的窝 就会呈现出一个U字形 为了让小林仔细地了解一下 这个模样古怪的东西 吴侯鱼决定 先捞几条给它看看 这是这些大眼的里面就都有吗 对 你看这大眼都是 就别看它海肠软软的 它钻得还挺深的 对 这有不少 这有吧 到盆子里 看一下 这些是快要上市的 这马上都可以上市 放在盆子里的海肠 呈现浅黄褐色 光溜溜软乎乎的样子 它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刺激 舒展或者收缩身体 您刚才讲到了 它在里面是有两个孔的 一个是近视孔 对 一个是往外排便的一个孔 对 咱怎么分辨呢 你看 我交给你分辨 好 你看这个肠子吧 它两个头都有刺 因此它要单环刺激 它学名不叫单环刺激 学名叫单环刺激 单环刺激 可是它这个刺在哪呢 我怎么摸着都很平滑 你不要摸它心上 摸它的头 你看 摸头 你看这一头是吧 周围这一圈黑黑的 这就是刺 对 这就是刺 这刺多这一圈呢 它就是它的摄石的孔 摄石孔 你看它这后半部分 这儿就只有两根刺 只有两个 还挺明显的 对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刺多的 有一环状小刺的 这是它的摄石孔 对 就是头 就是头 反之这一面 刺少的只有两个刺的 就是它的排便孔 对 就是它的尾部了 好 通过吴侯瑜的介绍 小弟了解到 海肠 学名叫做单环刺激 属于一重动物们 一缸 五管一木 刺一科 刺一数 而它得名 单环刺一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 它嘴巴周围的 这一圈 细小的刺 自然环境下 海肠就是通过 嘴巴的一张一合 将海水吸入体内 吸收掉 有营养的成分 然后从另一端排出 海水里一些浮游生物 海藻碎屑等等 都是它的食物来源 聊天的功夫 已经到了海肠的 四位时间 小丽想看一看 养殖的海肠 它们吃什么呢 我闻这还有点香的 这里面是什么成分 主要是植物蛋白 动物蛋白 还有一些藻类 对 它之前是块状的 还是什么的 粉末状的 粉末的 对 咱掺的这是海水 对海水 因为这海肠 不是绿石性的吗 所以咱们要稀释完以后 成糊状 然后再给它均匀 泼撒在吃的里面 随着海肠养殖的发展 现在市场上 已经有专用的 海肠饲料销售 它的主要成分是 鱼粉和豆粕 还添加了 适量的维生素 矿物质等 以保证海肠 可以获取到 充足的营养 加入海水 充分搅拌均匀以后 就可以投喂给海肠了 饲料泼撒下去后 会悬浮在水里 海肠在它的 幽形住宅里 只需要伸缩身体 就像喝水一样 把水通耳料 一起吸到肚子里 过滤之后 留下食物 排出多余的水 就能完成进食 而吴后玉的工作 除了商品海肠的 养殖以外 主要还是 海肠苗种的繁育 这也是海肠 可以实现 人工养殖的基础 烟台海肠 作为一种地方特产 近些年的身价 居高不下 吴后玉 也是筹准了 这样的商机 经过了多年的试验 才将海肠繁育成功 在它的孵化池里 正好有一批 将要上市的苗种 这个就是小苗了 对 这已经达到商品苗规格了 就是说养殖户 现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苗子买回去 进行各种形式的养殖了 那多长时间 咱就可以长成成品的海肠了 这么大规格 现在通过养殖一年 就可以做到 捞上来的海肠苗 为乳白色 身体透明 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内脏 吴后玉告诉小林 这些海肠是去年五月份孵化的 养殖户买回去以后 就可以进行商品海肠的养殖了 而养殖方法 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工厂化车间以外 泥沙抵制的海水池塘 或者潜海海域都可以进行 我这两年那个生产的苗总 除了给养殖户供应以外 我自己做了个尝试 在它附近海域 选择两个适合养的地方 我做了一个增殖放流 增殖放流 对对对 现在看效果写现出来 还是不错的 现在有些游客 或者是赶海的渔民 他们赶海的时候 都能在潜海谈土上 都能挖到海肠子了 是吧 就今天退潮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 也能挖到海肠 对 现在这个资源枯竭得很厉害 你只有营工增养殖 这一块 才能补充海里资源资源 海肠貌不惊人 但是鲜味十足 您知道秘密是什么吗 烹饪海肠有秘诀 七秒成菜是关键 看大厨如何烹制海肠美食 沙滩上另一个收获 竹琛 想要认识一下它吗 不要走开 稍后精彩继续 了解了海肠的养殖 但是海肠到底有多鲜 小林还没有品尝到呢 听说在没有未经的年代 烟台的厨师们都用海肠粉给菜肴提鲜 那么海肠到底有多鲜 海肠又有哪些烹饪方法呢 小林他们来到一处瑜伽乐 这里的厨师可是烹饪海肠的高手 一起来看一看 烹饪海肠处理内脏是第一步 用剪刀 先把海肠的头或尾剪下来 从上往下挤出它的内脏 然后剪去另一端 清洗干净以后 海肠就只剩下一根体壁了 这也是海肠用来食用的部分 而海肠的鲜美正是来自于 它体壁中所含有的独特成分 据分析 海肠中含有18种氨基酸 这18种氨基酸里 还包含了五种鲜味氨基酸 分别是骨氨酸 天冬氨酸 金氨酸 饼氨酸 和钢氨酸 看到骨氨酸 您想起什么来了吧 对 味精的主要成分就是烫 由此您就知道 海肠的鲜美程度 到底有多高了吧 咱们的海肠都有什么吃法呀 对经典的就是 韭菜炒海肠 还可以做蒜蓉海肠 茄子拌海肠等等等等 海肠还可以包饺子 还能包饺子 可以包饺子 韭菜炒海肠 是较东地区最经典吃法 它还有一个别致的菜名 长久有鱼材 这里的长指的是海肠 酒即为韭菜 先将海肠和韭菜 分别切成小段 备用 锅中的水烧到九层开 微微冒泡的时候 下入海肠 汆烫几秒钟 捞出 这是为了去除海肠 体表的粘液 油烧热后 韭菜入锅 翻炒几下 加湿两盐 然后倒入海肠 爆炒 炒海肠 火候的把握是关键 内行人讲究七秒成菜 火候一老 便会严重影响它的鲜度和脆嫩的口感 韭菜炒海肠出锅 这道最受烟台人喜爱的菜肴 吃的就是它的鲜美 所以炒的时候除了盐以外 不需要任何的调料 蒜蓉海肠 蒜蓉海肠也是一种比较地道的做法 海肠同样是切成小段 并锅热水汆烫 蒜瓣切碎备用 油烧热后 先将蒜末爆炒 炒出香味后 加入适量蚝油 最后放入海肠 同样要把握好火候 这道菜融合了浓郁的蒜香 与海肠鲜嫩的口感 同样很受时刻欢迎 除了做菜 海肠馅的饺子 也是烟台的一种特色美食 包饺子之前 需要先将海肠切成小段 韭菜依然是海肠最好的搭档 我以为在海肠馅的饺子 就是用小丁 没想到您切的是小段 是小段 每个包饺子的时候 每个馅里面放一个海肠 放一根 就放这么一小段 对 就是一小段 看出来这海肠饺子 应该挺珍贵的 是的 那除了这个韭菜还有海肠 我看这还有其他的配料 对 这都是什么呀 这是肉丁 花生油 白糖 盐 咱还需要放肉丁 对 放肉丁 这是 为了增香 增香 增加香味 好 那咱往里放吧 不 先和馅 先和馅 对对对 最后是放海肠 对 包的时候放里面 哦 雪了一招 将炒好的熟肉丁 切好的韭菜 以及各种配料调和在一起 调好了馅 小丁也开始帮着 包起了饺子 海肠单独放 而不是拌在饺子馅里 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 保持它鲜美的口感 咱这个海肠饺子 如果下锅煮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啊 如果面熟的话 就是十几秒吧 面熟十几秒 对 如果时间长的话 这个海肠就老了 哦 韭菜就烂了 就吃不到那种鲜度 和那个海肠的脆度 哦 按赵云的说法 先把水烧开 海肠饺子下锅后 大约两三分钟 饺子会慢慢浮起来 等面皮变得晶莹透亮 再煮十几秒钟 就可以出锅了 饺子集合了 韭菜肉丁的香 与海肠的鲜 这也正是它 受欢迎的原因 品尝完鲜美的海肠 小林的烟台之行 还在继续 这里还有一种 特色小海鲜 等着它去了解 那就是在沙滩上 看到过的竹铲 根据吴侯玉的指点 小林来到了 烟台龙口市的 一处码头 码头边是 刚刚捕捞上岸的 各种海鲜 在这里 小林还真发现了 竹铲的身影 这位摊主名叫 鸾鹿成 专门从事竹铲的捕捞 说起这个小海鲜 它非常的熟悉 这个什么时候是 比较鲜的 比较肉比较多 三四月份 三四月份 就这个时候 这个季节是最肥的时候 咱这个在海里面怎么补 潜水源像是补 像是补捞 一个个的这样拿 对 像这个竹铲的话 我现在应该怎么挑呢 我告诉你 怎么挑 我先弄上来一些 就看这个 它的这个缝 越少 鲜度越好 就逼得很紧的 对 就是好的 就是鲜美的 就是这样 这个头 出来了以后 善度就不是很好了 也就是说 现在像我这个手里 拿进去一样 它们都在里面 塑得紧紧的 对 这个也是非常鲜的 对 最好的 经过介绍 小丁了解到 竹铲属于 蒸瓣塞姆 竹铲科 因为两边的壳 合抱后 像竹筒一样 所以得名 竹铲 它在我国的南北沿海 均有分布 现在在烟台 人工养殖竹铲 已经不算稀奇 在她的指引下 小丁来到了一家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并见到了负责人 刘志赞 跟随刘志赞 小丁来到了 养殖车间的里面 跟海长类似 自然环境中 竹铲 也喜欢在泥沙中 挖洞生活 所以它们的 养殖模式 基本一样 都需要在池子底部 铺设足够厚度的泥沙 为了让小丁 更详细地了解 竹铲的生活习性 刘志赞拿来抄子 准备挖出一些 让她看看 这个就是她的嘴巴 进水口和出水口 进水口和出水口 正好她现在伸出来了 可以看到 有两个很小很小的眼 它在水里面 就是这一头是朝上的吗 这边朝上 下面有辅足 这边朝下 这是腹足 对 也就是说它是这样 立在沙子里面 立在沙子里边的 竹铲的毛型腹足 强壮有力 它在水里 就是依靠这个腹足来行走 钻洞 腹足钻进沙子里 带动身体保持直立 然后慢慢潜入 只留下顶端 两根出水管和入水管 用来绿石水里的浮游生物 和有机碎屑 一般从小苗开始 养殖十个月左右的时间 竹铲就能长到五厘米以上 可以上市销售 我在市场上也见过 有比这个个头更大的 那个是养那么多长时间了 在大可以养两年三年都可以 越大这个东西价格越高 而且口感越好 也就是说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控制它的一个上市时间 是 原来竹铲按养殖的时间长短 又分为一年铲和多年铲 口感上来说 越大的竹铲 鲜味就越足 市场价格也相应得更高 为了让小林品尝一下竹铲 有志赞带它来到了自己家里 因为生长环境的原因 竹铲的壳里也会隐藏着一些泥沙 在烹饪前需要先处理干净 对于这个当地人有独特的办法 这样我们回家找一个盆装点水 找一个壁子放上去 这个水是咱们平常自来水的行吗 海水 海水 海水才可以把这个沙子缓得更干净一些 然后放上壁子 放上壁子 我们把这个海参子捞起来 放到这个壁子上面 然后把这个水倒到这个盆里 让它浸泡在里面 浸泡里面 没过这个水就可以了 这样是浸泡一个小时左右 沙子就会吐干净 用壁子将竹铲与盆底隔开 这样吐出来的沙子就会沉到盆子底部 而悬在中间的竹铲 再吸进来的水又是干净的 用这样的方法 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处理干净了 而烹饪竹铲 它们最喜欢的做法就是清水煮 水烧开后放入竹铲 煮到竹铲展开口后 加适量盐 再煮一分钟左右 碗里放适量的葱末和香菜末 将煮好的竹铲倒进去 这道清水煮铲子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 竹铲的原汁原味 盛肉细嫩 烫至鲜美 竹铲放上葱姜丝 红辣椒 散锅蒸五分钟左右 将蒸透的葱姜丝取下 再放上新鲜的葱丝 倒适量酱油 几粒红辣椒 油烧热后 淋在上面 葱油竹铲 鲜咸可口 也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味 品尝过鲜美的竹铲 这一期沙滩上寻找美味的旅程 也接近了尾声 这些隐藏在沙子里 不起眼的小海鲜 在渔民的眼里 也是海洋 给予它们的馈赠 而利用现代化的养殖手段 将它们从大海引到养殖车间 既是为了保护野生资源 同时也可以让它们 继续留在大众的餐桌之上 好了 今天的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你想查询节目的 更多内容或者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